近汽车谈有一辆车很火热一下 因为刚好不约而同 国内和国外都有高价要卖的例子 500千...100万...200万! 然后那天又有一辆装束 都有照片了 你们懂我今天要讲什么车了吧? 没有错 今天就让我们来讲一讲 Nissan Skylight R34 其实 Skylight 这个名字一开始并不属于 Nissan 而是在 1957 年由 Prince 这家汽车公司所推出 而早在 1952 年 Prince 就已经是委托他的工程师 也就是号车 Skylight 之父的 Shinichiro Sakurai 应警争一辆 打造出一辆能够对抗当时的欧系 还有美系的一辆豪华房车 也算是奠定了这个 Skylight 未来的路线 没有错 Skylight 其实一直来每一代都是高端的 后驱运动型豪华房车 1964 年首款 GT Skylight 诞生 正是让 Skylight 这个车系多了性能的味道 1966 年 Prince 被 Nissan 收购合并 当时的 Skylight 也更名为 Nissan Prince Skylight 1968 年 正式更名为 Nissan Skylight 的三代车型诞生了 并在隔年推出了 Nissan Skylight Grand Tourismo Razer 也就是真正的 Nissan Skylight GT-R 它搭载 160 HP 的直列六缸 24W引擎 这个数字在当年来讲已经算是很多功了啦 当然在当时的防车赛也是叱咤风云 讲到这里有点蛮特别的 那就是据说直到 2002 年的 Skylight R34 车系之前 所有每一代 Skylight 的开发工作都还是由 Prince 的开发团队独立完成 并没有牵涉到 Nissan 尽管他们已经被纳入 Nissan 旗下 而在这个被称为 Hakosuka 的 Skylight GT-R 获得空前的成功以后 Nissan 在姐在力推出了造型非常美国风的新一代 Skylight 同时也追加了这个 GT-R 版本 但是因为很不巧的当时就出现了石油危机 大家都要省油的车款 让 Nissan 依然在隔年停产了 GT-R 一停产就停产了一个世代 足足有15年 不过 Skylight 车系还是在继续推出当中啦 而且每代车型都有技术上的突破 像是成为首个搭载涡轮引擎的日本量产车的五代车型 6代车型还出了比当时的 F1 性能还要警操的 Group 1 防车警调赛的赛车版 7代车型出现 Mercedes 最近开始一直在主打的四轮转向技术 万万以为 还有一点是 有没有 GT-R 都好 所有四代的 Skylight 都保留了四元尾灯的设计 这个也算是 Skylight 的一个早牌了啦 一直到 1989 年 日本经济开始起飞 这个时候 Nissan 就推出了 8 代 Skylight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R32 R32 这个时候 GT-R 又再度回来了 R32 版本的 GT-R 打入了经典的 RB 26 DETT 双涡轮直流引擎 直流 双涡轮 还有四轮转向 Godzilla 的绰号也是这个时候出来的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Skylight 是一辆运动高端房车 所以 R32 除了 GT-R 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版本 四门版啊 双门版啊 而引擎方面呢 除了 RB 26 以外 还有 2.0 和 2.5 公升的直流 甚至还有入门的 1.8 四缸引擎哦 当时大部分车型都有这个四轮转向 而它也是时尚首款采用 五速自排的日系量产车哦 没有错的话 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 和 GT-R 一样 但是是纯后驱的 GTS-T 车型 可以拿来率尾 而在四年后 这个 Godzilla 又进化成了 R33 的世代 主要是改进车体架构 提升刚性 还有更好的配重 包括将电池移到后面啊 而车身方面也因为不再受限制于 R32 当时的这个车身尺寸政策 所以大幅加大 好防车嘛 当然动力方面也是有所升级啦 啊 讲到这个哦 其实 那个时候因为这些日系汽车品牌 是和政府有一个所谓的 君子协议的 所有的性能车最大马力都限制在280ps 主要是不要去鼓吹这个马力值 影响道路的安全啦 可是哦 其实 Godzilla 真正的马力 是有300多匹的 这个 R33 也加入了不少新科技 像是原本只是跑 Hydraulic 的四轮转向 这回就多了电子控制技术 被称为 Super High Cash 还有就是多了 Active LSD 主动式叉速器 组成了所谓的 Arteza ETS PRO 全驱系统 带来更好的一个操控啦 引擎方面呢 这一回是全系六缸 变速箱也有所改进 然后还是一样拥有四门 还有两门的车型可以选择 讲到这里你可能不知道啊 其实这个 R32 R33 还有过后的 R34 世代的 Skyline 它们都算是属于同个底盘的车系 那在六年后的 1999 年 基于 R33 再度改进的 R34 登场了 也就是大家都很爱 Paul Walker 的专属座驾 现在已经成为神话的末代 Skyline GTR 可能有人就会问啊 其实还有 R35 吗? 但是 R35 它除了使用这个独立底盘打造 也没有了 Skyline 的车名了以外啦 最重要的是 R35 它开始导入了更多的电子技术 整个感觉和 90 年代的这个战神呢 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 feel 了 也让这个 90 年代 JDM 味道高高的 R34 成为了一代的经典 R34 一样拥有多种的车型可以选择 除了 RB26 以外 全系的 RB-6 引擎接导入了 NIO 可变气门生成技术 和之前的 R32 还有 R33 一样 有 NA 有 Turbo 而这个普通版 R34 的 Turbo 版本 就是很多人买来 Convert 的 GT Turbo 车型 也就是 GTT 版本了 为什么这辆壮料的 GTR 才一百多千呢? 就是因为它其实是 GTT Convert 出来的 GTT 我没有记错啊 它是一辆后驱版本 要上到 GTR 才有 ADESA ETS PRO 全驱系统啦 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 R34 GTR 版本 当时为了改进 R33 身形态笨重的问题 工程师是把这个 R34 的轴距缩短了 55mm 整体车舱也大幅缩短了一个 75mm 同时车体再度加股 并加装了两段式的可调式尾翼 底盘方面也多了这个能够制造下压力的护板 这也让这个 GTR R34 开起来非常的贴地 而且更加的扎实 而在内装方面呢 这个 R34 GTR 也算是当时最有科技感的一个战胜 因为多了一个 以当时来讲是很 High Tech 的 5.8 吋 LCD 显示屏 它可以展示7种表有油温、水温、增压值等等等等 对于一辆性能跑车来讲是相当的重要的 讲到这里我有两个 Fun Fact 要分享 第一个 因为排放法规的关系 其实 R34 GTR 算是最短命的战胜 三年而已它就停散了 但它同时也是拥有最多版本的其中一款战胜 这方面它并不输给 R35 哦 第二点 原厂为了调教这个 R34 的底盘 在开发的时候 它们居然有一team的试驾车手 专门试驾这个 R34 的 Prototype 然后再针对这个动态表现 一点一点慢慢的去 Fine Tune 完全是靠车手的感觉 来给 Feedback 来 Tune 车 不像现在的车款 大多数都是靠电脑居多 这样这个 R34 到底有多少个版本呢? 根据我的了解啦 除了一开始这个普通版以外 然后到 V Spec 再后来到一个 V Spec 2 算是一个 Upgrade 这样子啦 我记得它是把这个悬吊调硬了 然后后轮的 Dispick 也是加大 再换上 Carbon Fibre 的引擎盖 等等等等的 而在后来呢 还有一个 V Spec N1 版本 算是偷清的公路赛道版来的 再过后还有这个奢华版的 M Spec 它的避震可是特别为了舒适性 而重新调教过 而且还有特别的皮革座椅 还有皮革方向盘等等等等的 最后呢就是停产前的这个高别座了 也就是限量版的 M Spec NER 以及 V Spec 2 NER NER 其实是纽柏林赛道的缩写的意思 主要是纪念R34 在这个赛道开发而成 不过这两个纪念版它其实在引擎方面 也是有比照当时的 N1 赛道版进行升级 像是采用了这个加大涡轮 提升它的这个 Boost Bar 增压值 让这一具 RB26 Dett 的最大马力提升至 330hp 同时它也采用了更硬的这个悬挂设定 自动系统方面呢也再度加大 并且采用独特的一个 Carbon Fibre 轻量化碳纤维引擎盖 哦对这两个版本它的这个 meter表的 级速是 300km per hour 值得预提的是 Nissan 的这个 御用改装部门 Nismo 也曾经在 R34 停产过后 买回了 19 辆里数比较低的 这个 R34 V Spec 整辆车拆工过后然后完全手工 重新 Rebuild 打造 包括在这个底盘方面呢也经过 再度的加焊强化 引擎车胶方面也是全部经过改良 成为了 R34 里面最珍贵的 Z-Tune 版本 这个版本呢我估计 价值肯定是比之前那个 V Spec 2 NER 的 200 万还要再高很多很多啦 很多人都讲现在的这个 R34 的价钱 是被炒到很离谱 它到底是有多厉害 老实讲这辆车的这个性能啊 你不要讲 200 万 可能现在一辆不到 100 万的性能车 随随便便就已经快过它 可以打包它了 但是 R34 呢它其实给的你不只是快 还有快乐 它的那种纯粹感 开起来那种原始的感觉 甚至可能你在进行一些升级过后 你还需要一定的驾驶技术 才能驯服它的那种感觉 这些非常直接非常纯粹 甚至是一种有挑战性的感觉 是现今那些大量电子辅助的性能车 所给不到的 开着 R34 你真的会觉得你在开着它 而不是它在帮你开 这个也其实就是大家一直在心念念的 所谓的 JDM 90 年代那种非常简单 直接 但又可以给到你快乐 满足的感觉 当年玩的车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我以前玩 Grand Turismo 的时候 都是很喜欢从 Civic Upgrade 去 Evo 最后就是这个 Skyline GTR R34 了 讲到 JDM 的精神 其实我觉得啦 老实讲 R34 它真的算是精神领袖之一 所以你说它贵吗? 我觉得状态好的话 以现在这个买少见少 Spare Part 不一定找得到的情况来讲 车况好的话 我觉得它值得这个价 你买的不只是一辆车 还是一种情怀 一个你曾经拥有的梦 你赞同吗? 好啦 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不知道大家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吗? 觉得有用 有学到东西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还有分享出去 Sharing is caring 当然最重要的是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偷偷告诉你 我们正在追银色的那个牌 所以请大家多多帮忙 好不好?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记得Subscribe啊 Bye 我们下期再见